先不说这个吧 我就想知道 明天孟厅长开庭审理 伯母您去吗 伯母 您明天一定要去 您要给孟厅长 服刑的勇气和信心 我听说他认罪态度很好 已经翻人悔悟了 人有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念之差 好 我带着孩子去 虽然他们都很恨他的父亲 但是呢 也忘不了他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我真是不知道他现在 会成什么样 我真是不知道他现在 会成什么样 是吗 喂 阿世啊 好 我知道了 辣麻 怎么了 半月三中学来的电话 快快快 叫齐进 你把心脏病发作住院了 Annika 师傅 麻烦你再开快一点吧 我 对 阿世 ATH 我的議 caregiver 周小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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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盟怎么了 伯母 您要坚强一点 上班 伊菲 今天不用去法庭旁听了 开庭审理取消了 为什么 孟孟然昨晚心脏病 头发死在医院了 你说什么 孟孟然死了 一种结果呢 最常来说也许是最好的 字幕 李宗盛 请查一下 您还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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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孟默然到案后 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协助追回全部赃款 认罪态度好 并揭发了 干案的幕后刑惠人 我认为 可以依法争取到 浊清处罚 可是想不到案子会这样悬而未决 那那个幕后的行贿人到底是谁 是广开实业集团的董事长 藏青石 这我也听说过 这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吗 是啊 是个重量级人物 现在已经批布另案处理了 李老师 今天请你来 是要交给你一样东西 这是默默然的遗物 发言认为可以交给家属 其中有一封默默然写给你的信 不过信没写完 谢谢 天如 是我亲手把自己定在了被万人投射的赤辱宫上 我为我的自甘堕落付出了惨重代价 让我的亲人遭受到了创伤和灾难性的打击 我知道 现在你比任何人都厚 你任何人都唾弃 我已经没有资格向你收手对不起 事情起始于去年年初 欣儿说要想去留学 我当时非常坚决地支持了她 你说以后也送琪琪去留学 可是我知道 学费的问题很快会毁了孩子的梦想 我们工作多少年来 上有老下有小 存款要供孩子留学 是不现实的 恰在这时 有人不动声色地送来了一百万 我坚守了多少年的信条动摇了 我没有告诉你 一是料到你不会同意我这么做 二是防备有朝一日 东窗事发可以不牵连你 可是人的本性是贪得无厌的 也觉得拿一次和拿两次没有什么区别 果然这成了他们无休止地逼我 为他们以权谋死的筹码 感谢命运没有让我在罪恶的路上走得太久 事发后我有机会一走两只 但我不能这样做 我不能置你和孩子于惶恐之中 背弃祖国和人民 我必须留下来伏法 这人 我不是一个好丈夫 但我非常爱我的妻子 并从内心 感谢你为我生育了两个好孩子 正是因为你 我围观以来一直连结自律 情政奉公 有着一番打击天下的政治抱负 一直以无欲则刚自灭 可是 人的贪念稍一放纵 便会泛滥成灾 仙儿的出国梦一定破灭了 本来孩子前途无量 可是却让我为他设置了障碍 我没有资格再对两个孩子说什么 我想我的所谓 已经颠覆了自己在孩子心目中的地面 就让我化为他们的反面教材吧 这一生中 能不能挥去爸爸给他们心留上头下的阴影 就全看他们的造化